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天氣 我是鄭仲彩 截至今早大約7時 各區的氣溫介乎在23至27度之間 要看這封長預報 我們可以看到 在廣東沿岸地區 是受著偏東氣流的影響 而這股偏東氣流是較為乾燥 不過在接下來的一兩天 將會有所緩和 同時我們還要看 在維港攝影機看出去 所以今早看到有一道雲帶是橫過我們 其實是同一道影響廣東的東部沿岸 以至南海北部的雲帶是相關的 為我們帶來一些雲量 所以今天詳細的天氣預測方面 部分時間有陽光 日間是乾燥 在這裡提提大家 黃色火災危險警告訊號是現正生效 大家記得要留意火眾 而最高氣溫方面 在市區今天會去到接近30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而今晚會有一兩陣的微雨 而風方面 會吹和換至清淨的偏東風 初時利岸和高地會間中吹強風 看看一些電腦的預測圖 可以看到 隨著偏東氣流有所緩和之後 去到本周的中期 我們就會受到廣闊的雲帶影響 所以為我們帶來一些躁雨 詳細的展望方面 就可以看到 在接下來的幾日 就會是雲量較多一些 而去到本周的中期 就會有些躁雨 這次的天氣 我們就看到這裡 祝大家有美好的一日 再見